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都不知道 当然从文献的记载 以及现在的人的一些新闻的报道 还可以发现人死了以后到哪儿去 是好像有一定的地方 死了以后的人再回来 因此另外一事已经不知道了 除了转世还魂或者是戒世还魂 那么这种都是非常渺茫 不容易让人家信 就是说非常的必真 那在科学上还是没办法采信的 那我们这能够说呢 复法是讲的因果是讲善事 这一生一定是从前一生来 那么这一生过来以后一定还有未来一生 许多许多的人讨论了生死问题的时候 永远陷在一个矛盾之中 没办法突破 就是说为什么 同样的父母生的 为什么过了几十年之后 有的要变成了皇帝 有的变成了乞丐 也可能都可能 为什么 这个环境相同 教育的环境 教育的这个投资都相同 为什么出来的人又不一样 那么这一些都没有办法说明 因此呢 都是陷入一种争论的矛盾 而且纷纷不平 那因此呢 如果通过三世英国的这个观念 和信仰来讲的话 那很容易讲通了 因为现在这一生 是由过去带来的 因 而这也是记得过 那么因里边呢 也有啊 这个同类的因 有异类的因 同类的因里边呢 也有啊 这个浅的 有的是呢 厚的 深的 有的是薄的 那这样子的解释法呢 就可以能够说明 我们的人 为什么在同一个环境里边 生长的人 就有不同的命运的遭遇 那这个就可以解释很清楚了 否则的话呢 我们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三世因果的话 就永远没有办法解释 因此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一个 指导 或者是给我们的这个说明啊 就是让我们相信有三世因果 如何地证明三世因果 那只有啊 说死了以后你自己去体验吧 那么死了以后体验也不能再来了 来了之后 又把过去忘掉了 就是记得过去的 是在我们现在这一生之中告诉人 人家也不相信 所以是 这不需要 一定要拿这个证据来 从理论上 从信仰上啊 能够讲得通 而且 用信仰 用理论的这种观念呢 通过三世的这种过程呢 来说明的话 我们大概就可以得到平衡点了 是 那么事实上佛法讨论这个生死的问题也很多 譬如说 关于死了以后的各个阶段 好像也有很多的名词 师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那么死了以后 人 这个 人的生命啊 有几个过程 就是生的时候 生以后的一些死亡 死亡到生的阶段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我们叫做 本 始 终 有 一共一个 本 始 终 三种 三种有 这个意思呢 本有生 死亡的生 终有生 又叫终因生 这个三个阶段 这个三个阶段呢 就是说我们在胡作的时候 从生到死 这个阶段 我们叫做本有 然后死亡的时候就是死有 死了以后 还在另外一个阶段 还没开始以前 这个叫做中有 中有的一个阶段呢 时间并不长的 通常大概是四十九天 人死了以后 所以七个七 我们中国人死了以后 就是做头七啊 二七啊 那么这个都是副教的信仰 副教相信呢 这个在四十九天之内 是中原生 过了四十九天之后 他如果不转身的话 就是变成轨道 进入轨道 否则的话 转身转身到 可能是人道啊 天道啊 畜生道 或者是呢 有人超度了的话 就到了这个 希望极乐世界 或者到福国进度去 那就是看 这个人呢 在生的时候的情形 以及加上他自己的心愿 临终时候的一个心相 和信念有关系 临终这个直接 不知道要到哪儿去 茫茫然 慌慌张张 或者是呢 舍不得放不下 这个时候 大概是先经过中原生 经过中原生的阶段的时候啊 自己是在等着 因缘成熟 到哪儿去 在四十九天之中 如果有人给他超度 有人给他说法 那他听到复法以后 看他接受的程度如何 信仰信心的如何 他接受的 马上接受 马上信仰 马上相信 有个福国进度 他也求生 愿生 希望 接受过进度 他真的能够去 如果他没有相信 那就比较困难了 那就是可能 就是依照他自己的毅力 在生的时候的 善与恶的一种力量啊 那他就投身去 投到哪里去 我们上一集里头讲到 一共有三父又六道 是 轮回 是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呢 我们知道超度是有用的 那么究竟该怎么超度呢 那么临死的时候 在念佛又有没有用呢 在下回里面 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探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